阿美的双胞胎妹妹已经失踪了一个礼拜 这天,她冒着大雨来到妹妹的住所 只见卧室一片狼藉 桌上还有已经燃尽的烟蒂 家中的猫饿坏了 看来妹妹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出现了 妹妹是个舞者 楼上传来她跳舞的声音 阿美来到舞蹈室 从此以后,阿美每天都被噩梦困扰 梦中的妹妹跳着欢快的舞蹈 阿美在一旁伴奏 可跳着跳着 妹妹就自挂了东南枝 即便如此 阿美还是打算住在这里 妹妹死得不明不白 如果是自杀 起码也要有个动机吧 为何连账遗书都没有 这天,阿美在收拾好房子的时候 刚一抬头 原来又是一场恶梦 她被困在梦境的轮回中 已经无法分清现实与梦境 阿美一睁眼 就瞧见了男友山姆 她如同怨妇一般喋喋不休地说道 我妹妹就在房子里 我能感受到她的存在 山姆却拿出了人偶 原来阿美是被架子上的人偶脑袋 吓晕了过去 可阿美清楚记得 梦中的人偶可是会冻的 日复一日的噩梦 让她日渐憔悴 妹妹已经死了六个星期 可她的衣柜里 总是会莫名其妙 出现妹妹的衣服 梳子上有妹妹的头发 甚至到处都有烟蒂 上面染着鲜艳的口红印 可阿美是不抽烟的 妹妹绝非自杀这么简单 否则她为何阴魂不散 男友却认为 这一切都是阿美在胡思乱想 她一定是悲伤过度 伤到魔阵了 他们是双胞胎 有着相同的血肉 妹妹出事的当天 远在几百英里外的她 就感到一阵心神不宁 她能感觉到妹妹在呼唤自己 每一个晚上 她都能听到楼上 传来妹妹跳舞的声音 男友说 有个商人打算花两万块 买下这栋房子 不如早点卖了房子搬到别处 省得整日胡思乱想 阿美很生气 老子卖不卖房子怪你屁事 气得她拿起一支烟 诶 她不是不抽烟的吗 这是被鬼附身了吗 男友刚走 楼上又传来 踢踢踏踏踏的跳舞声 阿美鼓足勇气 来到了二楼的舞蹈室 这里是妹妹死亡的地方 她不断呼唤着妹妹的名字 为何要这么吓唬自己 到底要她怎么做 才能放过自己 第二天一早 男人所说的商人 拜访了阿美 商人真的很想买下这里 拆掉该座商业中心 可她的声音 却被嘈杂的音乐声 和跳舞声所掩盖 妹妹的鬼魂又开始跳舞了 并且这个声音 只有阿美才能听到 商人提议 她可以拿一栋更大 更舒适的房子 与阿美做交换 或许在那栋房子里 阿美能够彻底摆脱 对妹妹的记忆 不管商人说什么 阿美都不为所动 阿美自顾自地离开了座位 商人自觉无趣 只能先行离去 等阿美回来 却见桌上多了一条项链 里面是妹妹的照片 还有一张骷髅 阿美被吓傻了 这到底是幻觉 还是鬼魂作祟 崩溃的她 只能求助于心理医生 她明明记得这根项链 已经随妹妹一起入土 又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房子里 医生不以为意 里面的骷髅 只是一张普通的插图罢了 她从医学的角度分析 认为阿美一定是思念过度 分裂出了另一个人格 是富人格一直不断吓唬她 和她开着可怕的玩笑 而她清醒后 又什么都不记得了 医生说 妹妹死去的前几个月 也曾找自己做过心理咨询 你妹妹的私生活很丰富 她有很多男人 甚至还有好几个有父之夫 阿美怒了 你怀疑我有精神病就算了 还暗示我妹妹不检点 气得她又从包里掏出了一支烟 诶 她不是不抽烟的吗 阿美到家的时候 太阳已经落山 刚一抬头 可司机却说什么都没看到 想着可能又是幻觉 阿美淡定回房 泡了一壶茶 只见烟灰缸里 又多了一枚染着口红的烟蒂 我的天哪 那个大冤种妹妹 还要吓唬她多少次 楼上再次传来熟悉的音乐 阿美的眼前 不断浮现妹妹死亡时的样子 脑海中 突然出现一个诡异的声音 不断指引她来到卧室 换上妹妹生前的戏服 她昏昏沉沉 再次走进妹妹的舞蹈室 展现在她眼前的 是一个上吊的神洁 和一把椅子 阿美大哭着 自己做不到 就算神经再不正常 也不可能去死吧 这时候 黑暗出传来一个悠悠的声音 如果你做不到 那我只能帮你做到咯 就像我帮你妹妹一样 原来她是白天的商人 商人说 她的妹妹实在贪得无厌 一直威胁说要公开 他们俩见不得人的关系 向她勒索了一笔 又一笔的巨款 她实在忍无可忍 只能杀了这个女人 房子里藏着她和妹妹 交往式的书信 如果阿美早大一卖掉这栋房子 还能保住一名 可这女人就是这么轴 商人想要掐死阿美 阿美却在这时候灵机一动 深深自己知道 那些书信藏在哪里 她打开钢琴 掏出了那些书信 还有一把枪 商人的计划 没有再次得逞 警方说 房子里到处都是无限的设备 只要接入电话 就能发出可怕的音乐声 看来这一切 都是商人搞的鬼 可阿美不认同这个说法 她告诉男友 如果这一切只是幻觉 为何她会知道书信藏在哪里 又为何会提前知道 钢琴里有一把枪 男友安慰道 别再胡思乱想了 你所经历的一切 不过是人为制造的幻觉罢了 阿美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因为她又听到了 熟悉的音乐声 妹妹的鬼魂是真实存在的 所谓的心电感应也是真的 人家要的不光是报仇雪恒 或许还想要阿美 陪着自己一起死 下面开始我们的第二个故事 猛鬼的箱子 杰克和玛丽不远万里 搬进了堂兄的老宅子 精致的家具 复古的装修 宽敞的空间 拎包入住 不需要任何手续 这对经济结局的新婚夫妻来说 简直就是雪中松炭 堂兄早在20年前就去世了 一直都是管家在照看房子 显然他已经忍无可忍 于是辞掉了工作 将房子交给了唯一的继承人 杰克夫妻 不过在临走之前 他还是特意将夫妻俩带到阁楼 叮嘱他们 千万不要打开墙角的箱子 那是他堂兄临终前的遗言 没有人知道箱子里装着什么 不过管家说 等到万圣节 就会有人来取走这个箱子 刚一扭头 杰克就注意到箱子似乎挪动了位置 不止如此 他们前脚刚走 这箱子就跟科乐药一般 猛烈摇摆 这么多年过去了 堂兄的眼神依旧让人望而生畏 明明是初春的天气 房子里却冷得可怕 管家说 堂兄身前痴迷眼前黑魔法 天色渐渐暗淡 他光芒收拾好东西 陶冶死地离开了这里 终于能够离开守护了20年的牢笼 管家高兴都来不及 小夫妻有了免费的住处 同样很高兴 他们很快就在宅子里安定了下来 杰克是个作家 他家工作室安置在了阁楼 远离城市的喧嚣 能够更好地激发写作时的灵感 突然 阁楼的灯光瞬间暗淡 只见角落的箱子仿佛有生命一般来回移动 箱子腾空而起 四周的空间开始扭曲变形 就连色彩都锐化了好几十度 杰克吓坏了 他只感到眼皮越来越沉重 倒在打字机上沉沉睡去 不知过了多久 杰克从睡目中苏醒 箱子还是好好地摆在原地 他仿佛被清空了记忆 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杰克绕过箱子 回到了卧室 可妻子看到他 却一脸惊讶的样子 原来妻子记得 明明刚刚解开睡在自己身边 怎么现在又一副 刚刚回到卧室里的样子 夫妻俩面面相去 这是见鬼了吗 月色被乌云掩盖 阁楼的箱子再次坐起了腰 两个声音从箱子里冒了出来 一个说 一定要尽快占有他们俩的身体 另一个却说 自己下不了手 两个声音已来我往 争执不休 突然 一道镜内闪过 两个影子乖乖回到了箱子里 箱子也随时关上了 只见杰克的打印机 缓缓打出了几行文字 这一夜 夫妻俩睡得很不好 可他们实在没有钱 穷到一连几个月 只能吃最便宜的麦片粥 搬家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 更是想都不敢想 杰克回到阁楼 望着稿子上多出的几行字 他愣住了 无情的恶魔 和他们邪恶的主人不会罢手 万圣节的夜晚 一个年轻的女人 将会被强行灌下滚烫的白色液体 待她死后 恶魔就会占用她的身体 这可不像是杰克写出来的东西 夫妻俩只能相互安慰 会不会是父亲的孩子恶作剧 写下了这些文字 望着角落蠢蠢欲动的箱子 妻子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违背堂兄的遗嘱 将箱子给卖了 箱子特别特别重 小伙打驱地说道 里面该不会藏着两具尸体吧 箱子虽然不在了 可望着空空如也的角落 杰克始终心神不宁 刚一扭头的功夫 箱子居然又回到了原地 杰克不明所以 楼下突然传来妻子的尖叫声 妻子被吓坏了 一直说刚才有东西 躺在他的床上 一定是箱子搞的鬼 那个怪异的箱子 想要毁掉他们 杰克不会让他得逞的 于是连也将箱子搬进了库房 还特意加固了好几层木板 时间一晃来到了万圣节 堂兄的画像 泛出一丝新红色的光晕 似是在等待猎杀时刻 妻子忐忑地热了牛奶 他们已经没有钱 买杰克最爱的可可粉 杰克很生气 你这个不懂得精简持家的女人 究竟把钱花到哪里去了 两个人越吵越凶 锅炉上的牛奶渐渐沸腾了起来 阁楼上的箱子在摇晃 夫妻俩的怒气质到达了极点 丈夫一怒之下 拿起滚烫的牛奶 就像给妻子灌下去 突如其来的敲门声 让杰克瞬间清醒 妻子突然想起小说上的几行字 一个年轻女人 将会被强行灌下滚烫的白色液体 待她死后 恶魔就会占用她的身体 差一点 他们就印了小说上的预言 夫妻俩慌忙打开门 原来门外是两个闹着要糖吃的孩子 别忘了今天可是万圣节 两个人的心中 瞬间生起一种劫后余生的喜悦 但也别忘了 万圣节的当天 死去的灵魂也会重游故地 敲门声再次响起 这次门外站着的 却是杰克已过二十年的堂兄 堂兄面目猙獰 指着阁楼奶奶的说道 他是来拿箱子的 随后自顾自地爬上了楼梯 原来打字机上的那些字 是堂兄写的 他生前通过黑魔法 召唤出了恶灵 并将恶灵封存在了箱子里 差一点 夫妻俩就成了恶灵的容器 不过现在一切都结束了 因为箱子已经被堂兄给取走了 可当杰克兴高采烈地回到阁楼 却见箱子又回到了原地 上面还多了一张纸条 原来堂兄每年都会来取一次箱子 第二天又会将箱子放回原处 这意味着 只要继续住在这里 竟要忍受恶灵无休止地骚扰 于是夫妻俩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那就是连夜搬离了宅子 哪怕是睡大街 也比住在这里好 好了 今天的小故事就到这里 最后感谢字幕组 二次元的银湖 绅士泽野 我是可乐 感谢您的收看 您的支持 就是我坚持下去的动力 谢谢大家